在花蓮的壽風鄉有一間民宿 被詐騙集團拿來當作是據點 設置電信詐騙機房 運用AI技術換臉 嫌犯還會穿上公安假制服 詐騙中國民眾 金額突破百萬元 還有香港人士涉案 特別來交詐騙交戰守則 如果母靈卡沒有備手的話 還會被罰血薪金 涉案人數高達32個人 全部被帶 越解拿著破壞工具破門而入 將所有人都以往打盡 十幾個人全部都被控制 爬在梯上 屋內屋外都有人被逮 還有人跑到一半 直接被員警壓在地上 當場就被傷口 這也是花蓮縣售風鄉的一間民宿 員警會找上門逮住這些人 原來他們把這裡當作詐騙據點 這些詐騙集團成員 在7月到8月期間 在民宿設置電信詐騙機房 相當小心的在大門口 周圍道路都設有監控 找來許多名當地的年輕原住民 進行詐騙工作 運用AI病人技術 假冒中國公安詐騙中國民眾 詐騙金額已經突破百萬元 除了到處設置監視器 避免被逮 還會每天把犯案用的手機收回 刪除詐騙記錄自保 還有香港人士涉案 特別來交詐騙交戰守則 如果牟尼卡沒有備手 還會被罰血薪金 警方動員全國上百名警力 成立專案小組17號 在調查多時之後 持搜索票上門擔任 現場逮捕32名機房成員 其中有8名通緝犯 經檢察官申請積壓 法院裁定積壓29人 除了將人逮捕 還是人當罪獲 現場發現犯案用的39部手機之外 還有229.65公克的K他命 以及吸食工具 現金17多萬元 逮捕當下他們也相當狡猾 他劇圖把手機放進烤箱 還有人要跳河脫逃 但證據嫌犯一個也沒手 全部一網打進 記者下午宴學例行 花臉總報導